嗨 我是RED 今天要來分享 臉過敏要怎麼化妝 不是啦 今天是要來分享美妝蛋跟底妝刷 像這裡有紅啊 然後癢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點脫皮 所以通常這個時候 如果不得不上妝的情況下 我會選美妝蛋 這個已經是我的第三顆Beauty Blender 我目前覺得它最軟最好用 那它要怎麼用呢 我會喜歡把它完整的淨濕 療癒有沒有這個過程 吸飽水之後抿乾 它就會變成三倍大 今天要用 五遮和牙齒蛋蛋 上妝的時候啊 我還是習慣 會先把底妝先 點在臉上 但是畫哪一色點哪一邊喔 我覺得它在拍的時候 它就是可以大範圍 會讓你很服貼 然後眼下就可以用 這一層 來 比你了 好 我會特別說我今天用的是牙齒蛋蛋 就是因為它大概有八成的遮瑕能力 但是用底妝蛋 在拍的時候 你又可以同時看到它 好像很水潤的光澤 會降低一點它的遮瑕能力 但是你又可以達到 感覺妝好像很服貼的感覺 有沒有 這邊是還沒有上 這邊是已經上了 你看像這邊 就是我過敏 起屑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 目前早上發現這裡 還有奉勸各位 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不要再仰賴任何的保養品 就是去看皮膚科好嗎 皮膚科醫生 我們還是有醫生的 大家記得去看醫生 那你要上底妝刷 像這一側 按壓進去 其實起屑的現象 就不會比底妝刷還要嚴重 因為底妝刷 你如果在上的時候 會是這樣子去推 這樣子去上 它就會讓你的旗屑 又更浮起來 有沒有 然後這一側呢 就要用 底妝刷 Beauty Maker 的底妝刷 我覺得它的好處是 它是這種胖胖型的 很密集的這種刷毛 有臉的中央往外側 我使用的量其實沒有很多 底妝刷這裡啊 它會比較保留你的遮瑕能力 就像你用遮瑕刷去刷遮瑕膏一樣 這邊又會比較服貼 會比較感覺有一點光 因為它是沾濕使用的 其實這裡也有 那這裡就可以最好的比較 如果有底妝刷會怎樣 我自己從鏡子看 是感覺到 這邊比較不如 鏡頭應該看得到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還有你今天的皮膚狀況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留言告訴我 臉過敏 你會怎麼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